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做法简单的清炖羊排 一点都不散 吃的是羊排本身的鲜味 首先我们把市场买回来的羊排 用清水泡一个钥匙 泡出血水以后清洗干净 锅里加水能摸过羊排三厘米左右 把羊排冷水下锅 加入白酒能有效的去除散味 大火烧开以后把表面的浮沫撇干净 然后调中小火 透盖炖一个钥匙以上 这个时间我们把白萝卜胡萝卜切成滚刀块 再切点香葱和香菜备用 羊肉炖好以后 我们把白萝卜和胡萝卜下锅 不需要加太多调料 加入盐和胡椒粉调味 开锅以后扣盖再炖15分钟 白萝卜用筷子能夹断就熟了 关火加入鸡精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最后再撒上葱花香菜 就可以出锅了 羊排这样做吃起来一点都不散 还保留了羊肉本身的鲜味 希望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支持